嗨,Hello大家好,我是Josie 今天想跟大家做一支口红色色的影片 那今天我们要试的口红就是这一款 这一款呢是欧莱雅最新出的液体口红 然后它的专业的名字叫做Infallible Pro Matte Gloss 然后我当时第一眼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就很困惑嘛 因为它说的是Pro Matte 就是说它是雾面的 然后它又说是Gloss 那Gloss就是唇蜜 那它就应该是亮面的 然后我就很惊讶它到底是雾面的还是亮面的 但是因为我知道它那个欧莱雅之前已经有出一款 就是亮面的唇膏了 那我想那这一款就应该是雾面的 因为大家知道最近的话这个雾面的这种唇釉 这种液体口红非常的流行 但是呢drugstore就是在平价的产品里面 很少有看到做得很好的 那我就很想就尝试一下到底这款好不好用 然后我买了四个颜色 有这个罗色有这种霉红色 还有这种比较深的紫红色 还有一个大红色正红色 这个颜色很好看 所以今天我就把这四支都帮大家做一下试色 然后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不妨就是下手去买 然后我这四支是在美国的drugstore在walgreens买的 然后我当时看到他们是感恩节的那个周末 就是上个月已经大概三个礼拜之前吧 所以它现在应该是已经全面上市了 我当时看到的时候 好像是当时是前几天上市我就买了 所以当时就是很新根本就没有功课可以做 所以我就就是忙买就是随便买的四个颜色 然后结果真的是都很好看 我都很喜欢 在大家试色里面就也可以看到了 然后当我真正的就是试用了之后 我才发现为什么它说是promete gloss 就是说它既然是雾面的嘛 就说它这个唇膏本身它是雾面的 但是它并不是说那种很平板的那种雾面 它是还是有一点点光泽的雾面 并且它你看你这样抿嘴的时候 你没有任何感觉 你不会感觉很干 也不会感觉像唇蜜一样很黏黏的 基本上就是完全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就是很清的那个质地 然后它并且很显色 我很喜欢的还有一点就是说 它的这个applicator 它是这个有点像杏仁状的这种 非常好涂 然后很容易就可以照顾到边边角角 并且它这个你可以看到它 其实中间它是有一点镂空的 所以它中间这个镂空的地方 就可以存储一些产品 然后你这样一抹就是 所以你就不用这样一直在往回站 这样就是你把这样拉出来的量 就够你涂一整个嘴唇了 所以就很方便 然后我很喜欢这个设计 它的这个味道不算是 不算是好闻 但是有一点点甜甜的味道 有点像 橡皮糖的那个味道 就是还可以 我不是很喜欢也不是很反感 就还可以接受 然后它这个包装我觉得也还挺好看的 它是这种玻璃的包装 然后它这个头上面做的是磨砂的这个质感 挺好看的 然后它色号都是写在这个盖上面 就很方便也很方便找 反正我挺喜欢的 因为你知道液体口红非常的红 但是像很多大牌都在做嘛 比如说什么Anastasia 然后Steela 然后还有最有名的就是Georgia Money的那个唇釉嘛 但它们真的就是价钱摆在那了嘛 一支大概Georgia Money好像是32吧 然后其他几个牌子好像是20多 20出头 这一支当时我买的价钱是9块9毛9美金好像是 然后我知道在其他地方也有卖 可能卖的稍微贵一点 CBS我现在是没看到 好像只有Walkwins跟另外一个地方有卖的 所以大家可能要就是花心思要找找看这样子 关于它的持久性 我觉得它做不到就是像真正雾面的口红那样 那么的持久 比如说你喝水 它是会蹭到杯子上的 还有你这样一下的时候你看我手上就已经有一个叶了 就是它不能保证说就是原封不断的呆在你的嘴上 所以这点大家就是要考虑一下 然后但是相反的呢 它没有那么持久的好处就是说它没有那么的干 而且虽然说它没有那么的持久 但也不是说它很随便的就能掉 就比如说你wear它一天的话 它到晚上也还是会有一些颜色在的 并且它就是说不会像有的唇膏一样 它会积现在你的那个嘴内 就是你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嘴唇的内部有一块这个肌线就是干皮那种 它这个这款就不会就是它的这个formula 我觉得确实是还蛮好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试试看 那我们现在就进入到试色的部分吧 第一款颜色是300号Blushing Ambition 我之前很少涂这样的颜色 起初我以为它是一款裸嗦会很难驾驭 但是上嘴之后我发现它其实是一款很嫩的粉色 并不会不显色 反而会显得整个人很白净的感觉 粉粉嫩嫩的 是一款非常适合通勤的上班族或者是学生的颜色 第二款颜色是306号Aphrodite Kiss 这是一款非常正的眉红色 非常的亮眼很好看 我个人很喜欢这种类似的颜色 因为它显得皮肤和牙齿都非常的白皙 很提气色 它并没有那么的日常 但是在照相的时候就非常的好看啦 这个颜色很饱和 其实轻轻的一涂就可以很显色了 但是你可以看到我在视频里是涂的颜色很饱和的 因为我想给大家看到它真正的颜色 如果日常涂的话 我相信涂上咬唇章也是非常的好看 第三款是308号 它是一个很亮的大红色 坦白说开始的时候 我并没有想买这支 但是看到它的色号之后 我就果断的买下来了 它的颜色叫做上海Scarlet 真的是有点中国红的感觉 其实我不知道它为什么叫做上海Scarlet 但是我感觉它这个颜色真的是很复古的感觉 它不仅算是深红色 应该算是亮红色 非常的有气场 同样的也是非常的显白 我出乎意料的很喜欢这个颜色 最后一款颜色是310 Forbidden Kiss 从包装上看 它其实是有个有点奇怪的紫色 但是上嘴之后 我一下子喜欢上了这个颜色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看的紫红色 应该说更像是美紫色 非常抱歉这个颜色 我忘记给大家拍它的包装长什么样子了 但是我想大家应该也都看腻了吧 感觉这是一个这个秋冬最流行的颜色 录这个视频之前 我还在看另外一个YouTuber也在推荐这个颜色 所以我也很推荐给大家 那以上的话就是这4支 我所拥有的La Real Infallible Pro Matte Gloss的试色啦 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支影片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就请在下面给我留言 然后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